來看到美國的跨年夜不太平靜 有上百萬人迎新年的紐約時報廣場 驚傳是有三名的菜鳥遠景遇襲 阿拉巴馬州的莫比爾市 則是傳出了槍響 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在午夜倒數前不到一個小時 莫比爾市舉辦了新年慶典的 幾個街區之外 發生了槍擊事件 當場造成一個人死亡 六人受傷 那兇嫌是趁亂逃逸了 而且兇案不只是一起 紐約時報廣場的水晶球 落下前兩個小時 有三名員警在世報廣場的安檢站 交到一名19歲的男子 揮舞大道砍傷 那索性凶嫌 被及時開槍制服 那受傷的員警 傷勢也渴望康復